12月29日,电影《可爱的你》在北京举行了先导发布会 兼致陈沐胜,导演关信辉,主演杨千花以及两位小演员携手亮相 该片讲述了因为幼儿园的五个孩子 杨千花饰演的校长吕卉弘 与古天乐饰演的丈夫谢永东放弃了本来周游世界的计划 帮助五个孩子的动人故事 而除了戏中杨千花对于小孩反伴宠爱 戏外的她也是极其喜爱女孩 不知一有一子的杨千花是否有意再要依女儿呢 子女的问题就是上天给我们已经刚才好的 都是顺自自然的 那有下定决筹一定要准备着 好好的,接着去唱,然后到此结束 然后感谢给你唱到对我们的男朋友 爱着你 近年来,随着亲子节目的热播 不少明星纷纷带着孩子参加节目 但一向低调形式的杨千花 却因孩子太小拒绝让儿子踏进影视圈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回忆跟经验 但是Torris现在是两岁多点 所以我觉得他年纪太少 但是如果他有一个真的开始有稳定 他有那个比较固定的那个独立的能力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给他体会一下 但是拍戏的我相信就 都最后不好了 就我觉得配电影是蛮辛苦的 如果是要拍的话 就要给我知道 或者就是等他完成学业以后 可能有兴趣去过境嘛 那就没所谓 但是如果是主演这个影片 我觉得当妈妈都会很不忍心 因为我看到其他家长在现场 看到他的女儿在拍戏里辛苦的时候 也是很痛苦 所以所以对啊 看缘分法 顺其自然 酷六娱乐 北京报道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 这就是 我可以看到 你 Это 这个